新北市土城有个普安堂 它拥有百年的历史 而下周一它将面临被强制拆除 主要是普安堂呢 最早土地登记是妈祖宫 但27年前新庄慈佑宫去改登记 这300家土地呢 上面一共72户 原来这个开墾户的后代 都被要求要付租金 双方对不公堂 变成了妈祖高妈祖 而法院判定普安堂在下周一 将拆屋还地 信众不服判决 在今天抱着妈祖抗议陈情 我们跟妈祖请求 请你们救救我们 我们祖宫 情绪激动下跪陈情 却还是被陈陈警力 挡在新北市府大门外 同志丞相就是希望妈祖 帮帮忙讨个公道 他们都是土城普安堂的信众 下个星期一即将面临 强制拆屋还地 说什么也不愿意屈服 妈祖会肯忘吗 誓问各位记者 土地为何权壮 读作到你们那里 那我们祖先是来这边聚集的吗 越讲越悲愤 因为他们的祖先是一群原肯户 两百多年前带着妈祖香火 从北港到土城 曾是抗日勇士 这座山人称妈祖田 他们在民国三年的时候 成立普安堂 遵行在家吃摘念福的先天派摘教 拥有百年历史的文化资产 是北部硕果仅存 日志时代 三百甲土地是登记在妈祖的名下 信众控诉新庄慈佑公主委 擅自更改土地登记 要求住户付租金 普安堂拒绝被迫拆屋还地 北北拢洗妈祖的 但普安堂输了 去年申请历史建筑不成 今年申请古迹又遭驳回 12月16号面临强制拆除 古迹神运委员会认为 他还没有到达指定古迹的 指定古迹的价值 慈佑公原名叫做妈祖公 就历史文件就没有这个 你拿出来你证明给我看 妈祖告妈祖引人好奇 但普安堂信众无法接受 扬言下周一拆除药 抗争到底 记者吴俊的黄佩华新媒体报道